共产党生 台灣加油 共产 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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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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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力量 全境国会 公平正义 改变台湾 习近平台湾 动胜 再次习近平台 动胜 立委全面党 立委全面党 重返直战 重返直战 我们中央爱国这么多年 近了一起都没有 原住民的疫情 我们去立委 我们看见 民主自由 大家说好吗 那我们这一次看到 这个茶壶里的风暴 就是说民进党这一次的 这个不分区的争议 其实多少就是把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内部的这些派系 斗争的问题 或者是角力的这些事情 把它搬上台面 这件事情比较难过 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原民的这个喜赐 在这个目前的这个过程中 还是被站在是一个 我们讲说被放在是一个 可以被拿来操作的一个议题 当然我觉得啦 就是说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 那也是一个富庶民主国家 所以呢 其实它应该某种程度 在这个不分区里面 它要去考量的是多元的民族 还有多元的社会 比如说比较弱势的团体 因为这些人不可能当选立委 不可能产生他们的民意代表 所以我一直认为在这个 在政党里面 如果要提不分区的话 我一直建议 也希望啦 就是那些政党 能够找那些 原住民 不可能当行立委的 那些少数民族 我觉得那会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能够反映 真实台湾人的整体的民意 要不那会被盖住 比较好